我刚才咨询了一下防车厂 问这里能不能安装一个12V的点热器 这样我就可以用12V的吊扇了 他让我把这个插下来看一下这个线够不够粗 我现在插一下 插完了 这就是那个线 等一会看看防车厂怎么说 这个线有点细 不知道能不能安装 吊扇我可能要 我看了一款吊扇需要打孔 打孔的话就会破坏这个软包 所以我想搞一个夹扇 夹在这里正好线呢 顺下来插到这上面 搞个夹扇 可以不破坏车本身 还能解决这个温度问题 刚才问了一下防车厂 他们说可以加点烯器 加一个到时候 我可以搞一个夹扇 这里 虽然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吹的风还是热风 但总比没有强吧 有剩余无吧 搞一个 这几天我就能到达那个安装点 把锂电池安上 然后加一个点烯器 我一会准备淘宝搜一下风扇 看前面这个村委会大马 他们都 头上都戴一个那个毛巾 太热了 真的是太热了 上午大家过来跟我聊聊天 我说我是旅行的 我都快递到了 买了个绳子 看看 9块多 不到10块钱包邮 还可以啊 晾个被子 褥子 没问题 找个树就可以晾了 带两个挂钩 现在离开这个录音地 看一下这边 看到这个塔了吗 是古塔 好像是元带的 我也忘了 昨天上去看了一下 看一下这边 这就是韩城的古城 好高啊 准备出发 昨天晚上就在这边住的 准备出发 准备出发 现在是6点46了 收拾了一会儿 水都已经滤了 如果把它倒了吧 这肯定不能洗脸了 不行 一会儿倒了 给加点水 现在车里没水了 这儿你自己倒 好 加一桶水 18升 我自己倒 来吧 花了十块钱买了个桶桶水 灌满了这个 我这水桶 然后收拾了点水 灌到我这个防污杯里边 买了一瓶冰可乐 一会儿喝 太可乐 我吃素馅的 素馅的是什么 素馅的就是韭菜的 还有香菇盖的 豆角的 地软的 豆沙的 就是这几样 豆角和什么 香菇豆角 一会儿看看这边有没有卖什么菜的 买点菜或者卤肉也行 吃包子 这边不让停车 我得抓紧走 让它 它这个我觉得很不合理 你知道吧 你看啊 路边这么窄 不让停车是对的 但是你为什么不让停车 什么给弄的路边 全都是这种门市房 临街商店 你搞这么多商店 就是让别人去买东西 结果 没地方停车 这就是国道 前面有个小狗 让它滴滴 它在那吃呢 走了 太危险了 这狗在这 我现在去前边买个那个鸭脖 尝一尝 现在所在的位置 我也不知道这是哪 现在来到这边的超市 买个镜子 我那个镜子太小了 我那镜子是之前买东西送的 特别小的圆的一个镜子 在哪里 刚才问了一下这个收货的阿姨吧 她说 这边叫枝川镇 看一下啊 这边的工资 主管 全部加下来 合计工资一千六 最高的了 下面呢 下面呢最低的是里货 一千一 现在准备吃饭 吃包子 豆浆 还有鸭脖 这鸭脖是三十块钱一斤 这么贵 这一个鸭脖六块钱 我去 这个是 这个是 叫油盘桃 有见过的吗 我是第一次见过 准备切西瓜吃 买了这算是 买了这算是四分之一吧 花了七块七块钱对 对